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办法通过现有的知识去解释的现象 但中国人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不是不可以解释的 是完全可以解释的 所以它并不是什么奇迹 而是合情合理 水到渠成 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然 另一方面 一个泱泱大国 每天有无数人在做无数的事情 做错的事情肯定很多 但做对的事情和做错的事情 互相抵消之后 还是留下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那我们着重地去分析 它到底做对了一点什么 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了 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 就可以继续坚持做对的事情 也可以给其他的国家一个榜样 让其他有相似的处境 相似的问题的国家 也一起脱贫致富 共同发展 这两年 我也给南南学院的同学 上经济学的基础课程 南南学院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2015年宣布设立 专门招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和社会团体当中的中高级官员 请他们到中国 学习发展经济的经验 并且具体设立在 我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 一所学院 我也喜欢和我这一群特别的学生 分享我的看法 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 在我看来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30年 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的经济成就 最重要的是做对了四件事情 第一是给重要的资产确权 第二是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第三是鼓励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四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让中国人民直接参与了国际化的大合作 让我分别解释一下 这四个关键的举措 第一 确权 在一个国家里 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就是土地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 中国就开始实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它的核心思想 就是把土地的经营权 管理权 收入分配权 从大集体那里 转向小集体 甚至转向家庭 这一下子就改变了农民的积极性 从鱼粮上交 变成只要上缴完固定的数量 鱼粮都归农民自己 农民成了剩余溯取者 积极性 当然大增 这一点我们在讨论价格机制的时候谈过 价格有三个作用 第一是彰显稀缺性 第二是指导生产 第三是指导分配 而第三点指导分配 是最关键的 因为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 多挣钱的人 不能够在分配问题上 多拿一点 拿好一点 拿得早一点 人们辛苦挣钱干什么 人们为什么要对价格做出反应 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 那么价格前面的两项功能 也就会失效 价格就没办法彰显稀缺性 也没办法指导生产了 我们说如何分饼 会决定饼能做多大 当然你还记得吗 我们后来在讨论企业内部的 治理结构的时候 在讨论谁来当老板的时候 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让那些很难衡量工作的积极性 很难衡量工作的投入的人 让他们拿剩余的产出 那么他们就会自己约束自己 自己激励自己 这两部分的经济学原理 让我们充分理解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 得到非常好的产权保护的 不仅仅是土地一项 人们其他许多重要的资产 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 其中有一点 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的 就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保护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 高中毕业生 大学毕业生 都是政府、学校、包分配、管就业的 也就说实际上 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 不在个人手上 你可以想见 那个时候的人力资本 怎么可能用得好 当时四两泊千斤的举措 就是从政府包分配 改为自谋职业 忽然间有了自由 当时很多人还感觉到彷徨 不知道怎么办好 还觉得包分配更好 有着落 不用自己发愁 但人们很快就尝到了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主的好处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一下子就提高了 人们上夜校 上寒寿大学 上成人大学 积极地改变自己 拥抱新的机会 当人们都这么做的时候 社会迸发出来的活力 是大的难以想象的 在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做对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是引入市场竞争 当然同时也就放弃了 价格管制和票证制度 让价格指导人们的生产 生活 分配 娱乐 和教育 我们曾经在全年专栏里面 详细地讨论过 认人 还是认钱的问题 我们说任何社会 都免不了一定要采用这样 或者那样的竞争机制 从而决出胜负 选出赢家和输家 只有这样 才能控制无谓的竞争 才能治乱 但问题是 不同的竞争规则 就有不同的赢家 不同的输家 谁赢 谁输 甚至是可以预测的 所以要论公平 说不清楚哪种规则更公平 论之排辈 先到先得 按文凭高低来决定 按年龄高低来决定 按出生地来决定 按职位高低来决定 按出钱的多少来决定 都做不到绝对的公平 但按出钱的高低来做决定 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因为这种竞争规则 而引发的无谓的损失 竞争的成本会降到最低 所以它是最有效的 你可以说一个社会认钱 不公平 但是如果你不认钱 你就必须认其他的 认男女 认出生 认官职 认智力 认体力 所以比较之下 认钱更有效率 不仅更有效率 而且它更公平 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性别 出生地 种族 肤色 智力 教育背景 职业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相反 要攒一点钱 却是相对容易的 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 中国做对的第二件事情 是引入了市场竞争的机制 用大白话说 是从认人的社会 基本上变成了认钱的社会 这个规则的改变 也激发了整个社会 巨大的生产潜能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做对的第三件事情 是鼓励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我们在讲渔村的故事的时候 比较过 不同的分配制度 不同的决策机制 对资源的产出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私营企业家会犯错 政府官员也会犯错 问题是 他们犯错之后 对认识错误的速度不一样 改错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 基本上让私营企业做主 让他们去冒险 让他们去承担责任 是一种比较恰当的选择 而政府只站在旁边 保驾护航 进行底线监管 又发挥了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 这是中国一项非常明智的国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开放国门 迎接竞争 让中国人一下子参与到 国际合作的洪流当中去 我记得中国在加入WTO的时候 有很多怀疑甚至反对的声音 说中国不应该那么早加入 中国要变得强大以后 才能打开国门 这时候要跟每一个人都讲清楚 经济学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 让他们明白 只有打开了门 国家才可能强大 只有丢了那些成本较高的工作 才可能找到那些成本较低的工作 要跟每一个人讲清楚这个道理 实在太难了 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中国政府采用的办法 是先做 后解释 先把事情在原则上定下来 后面让事实来解释 很多当时的问题 今天就不再是问题了 我自己当时虽然深信 加入WTO是对的 发表过一篇叫做 越让步越进步的文章 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在这次开放当中 获得巨大的利益 但实际上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 中国竟然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利益 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变得这么强大 而今天怀疑改革开放的人 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这是中国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我给你总结一下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并不是什么奇迹 因为它们都是可解释的 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 在众多的经济政策当中 中国至少做对了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是给资产确权 第二是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第三是鼓励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四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让中国人参与到国际分工和合作的洪流当中去 有意思的是 这四件事情 在当初实施的时候 如果必须取得大部分人的理解 取得大部分人的同意 那我想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 不会有今天的速度 也不会有今天的高度 今天我留给你的思考提示 请你也谈一谈 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 你认为中国做对了哪些事情 还有您说 年轻人的歌迷 因此 感谢观看